下季的北极地区 太阳连续数月不落山 风轻云淡 冰河缠缠 一位热爱探险的生物学家 正在这片无人区寻找拍摄的目标 这个男人发现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头射牛 但不一会儿 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一大群北极狼包围了他 狼群在他的周围不断地试探 最近的距离甚至不到一米 他们可能是把他当成了偷食物的小偷 也可能只是 对着这两脚兽感到好奇 男人即使心里有一万个恐惧 也只能努力保持镇静 这片新罗齐步的地区 就是北极狼群的领地 慈性首领白威精正在呼唤狼群 听到呼唤声后 狼群成员全都赶了过来 很快 狼群就发现了目标 那就是远处的射牛群 但一头成年射牛的体重可达一吨 他们先恐吓牛群造成混乱 然后趁机寻找老弱病残下手 但很快 一头成年公牛就转过身来 鼓起勇气直面狼群